好,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我是小提琴手葉兆希 今集會講的就是Suzuki第二冊 第十一首 是由Beethoven所寫的Minuit in G 大家聽到剛才那次示範很奇怪 有些不對勁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出不對勁的地方在哪裡呢?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集說的六個Tips 是可以令一首歌拉得有趣一點 或者可以給你一些提示 初學小提琴的朋友如果他要拉這一首歌 通常犯的毛病 我試一下舉三個例子 第一,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是會在弓尖或者是上半弓開始的 問題在哪裡呢? 大家知道其實一拍不是一個這麼長的拍子 那需不需要用差不多全弓拉呢? 大半弓去拉呢? 當然不用啦 那用多少弓好呢? 半弓夠不夠呢? 其實半弓都比頭多 我自己是在半弓落一點 如果真的半弓的話 我們在這裡半弓落一點 比較少 問題是如果你在上半弓開始的話 甚至是弓尖 你這支弓呢? 要不就很快 但當你這麼快 你一拍要用完 大半弓的話呢? 就會令那個upbeat很大聲 如果大家有看上一條片呢? 我說什麼時候要細聲一點呢? 就是一句phrase的開始 和phrase的結尾 我們要細聲一點 細聲一點開始,細聲一點完 如果一份譜寫著piano的話 我們可能要起碼由pianissimo開始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麼多弓 還要在一拍之內 用完差不多全弓的話 那我們很難做到一個piano 如果我們要做到piano的話 基本上這支弓不可以 不可以給什麼力 這樣輕輕地在弦上拉 這樣才是一個piano 但是大家聽到那些聲音 是很飄忽 好像在喉嚨釘唱歌 這樣是不好聽的 所以我們又不會在上半弓那裡拉 那可能你有個問題 我用上半弓拉 我可以用少些弓的 但是不要忘記 在第一個bar 就是repeat sign那裡 頭兩個音我們不當是第一個bar 因為它不是一個完整的小節 所以第一個小節應該是 後面由第三個音計起 在第一個小節那裡 大家數一下 大家看看那一弓 總共落弓 要拉多少拍 是要拉三拍的 如果我們在上半弓開始 我們說用少些弓 是不是 那你看一下 我們有多少弓去拉三拍 我們只有半弓去拉三拍 所以問題就不是說 我們只是看現在這一刻我們用多少弓 我們要想起來 這個音之後的那些弓 夠不夠呢 我們分配 我們有沒有留回 為之後那些音去打算呢 那之後如果我們有大半弓 甚至全弓去拉三拍呢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去拉 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如果我們想中間有少少 即是在這個小節裏面 有少少佔大 我們都可以做出來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第一小節 那個重拍 應該說正拍的三個音 都是有一個accent的 如果我們不夠弓的話 是很難做的 如果我們在這裡剩下這麼多弓的話 雖然做到 但是總是感覺好像很受限制 好像很拘謹那樣 遠遠不及得上呢 從下半弓開始 然後我們有整弓 去做 這樣自然的 還有一樣就是 如果 因為我們在下半弓 我們想那個音出來 是好聽 不會很粗的話 記住 這支弓呢 是要向自己打側 弓模向自己打側 目的呢 是讓少些弓模 去拉到一條弦 沒有那麼容易呢 是發一些很粗粗的音色 第二樣東西 會犯的呢 就是那個節奏不準了 如果大家聽到 剛才那次示範呢 我是怎樣拉呢 除了我用的 開始的地方不適合之外 問題就是很不準確 短的音呢 應該短的音 早出 兼且太長 所以 那你說不是啊 我都聽不出 沒什麼問題 就是長短 分了長短 應該怎樣拉的呢 應該是這樣拉的 那些長短 那些長短 是要很明顯的 那些長短 而短的音呢 短到差不多 好像裝飾音那樣 應該是這樣 就不是 就不是 如果我們真的這樣拉的話 會變成像Jazz那樣 Jazz的 通常我們會常見的節奏呢 就是 就不用這麼準確 但可惜我們不是Line Jazz 是Classical Period的作品 是要Double Dotted 是要強調長短的分別 所以長短長 短長 短長 第三樣 就是我們去到Trio 去到Trio 有一個字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查一下 Pure Mosul Pure Mosul 就是快一點點 但是在這個Trio 通常會拉成這樣 快嘛 是有快一點點 但問題又在哪裡呢 就是那些Staccato Staccato是沒有對比可言 尤其是上 其實就是上弓的四個音 是四個一奧一樣的Staccato 我們講過 我們不會有一刻 是這樣去Line Staccato Staccato自己本身裡面 都要有變化的 就不是一樣那麼長 還要太長 還要那個弓 那個音所佔的弓太長 應該是怎樣呢 你應該是聽到兩種Character 什麼Character 就是連弓 那兩個音 連弓 現在少少 然後 然後 記得我們說 逢是連弓第二個音 不管下弓的連弓 還是上弓的連弓 第二個音都要輕一點 短一點的 所以是 然後 怎麼可以把那四個Staccato 做得好聽呢 就是 其實基本上就是 你的手腕放鬆 以及弓毛向自己打側 如果我們用空弦去試一下 拉Staccato的時候 你應該感覺到 你的手指的關節呢 是可以活動的 然後你的手腕是放鬆 你下去的時候 那個弓毛和調弦 就是弓毛碰到調弦的那一下 那個軌跡應該是這樣 是好像那個波一樣的 下去了 然後拿起來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記住 手腕是放鬆的 你如果是 手腕不放鬆 你硬地去做 我說過 是做到 但是你會做得很辛苦 還有 很容易會 那個動作變了做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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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機械化 但其實是這樣的 你的手腕應該是 活動的 這個關節是活動的 手腕和手指是活動得到的 如果你問我有什麼練習可以 可以 練到 或者強化你的 關節 其實我覺得是強化之餘 也是令那個關節變得敏感的 以前我一個 我一個先生 這條link 其實就是 握弓尖 握弓尖 然後你發覺 之弓在這邊很重 對不對 但是 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練到 你的尾指 和你的 無名指 令到他們 這個關節變強 不會是這樣 沒有力的 如果你練得多的話 你這樣也可以練到出來的聲音 不會很粗的話 不會變成這樣 不會變成這樣 好像一劈泥一樣 你不會變成這樣的話 到你拿回 照正常的 握法去握之弓 去拉這幾個音 你會發覺很容易 我們總是要做一些 難很多的事情 反過來去拉就會覺得很容易 其實這個也是 我們練琴 為什麼會練習曲 練scale 其實那些是很集中 很針對性 去練某一種技巧 某一種特別的節奏 pattern 然後當我們回去 平時我們拉那些歌 我們就不會覺得那麼難 所以其實握弓 都有少許 剛才我的練習 都有少許 這個意思 在那裡 吊轉之弓握 然後到你變回 正常去握的時候 你會立刻覺得 容易了很多 或者你會懂得放鬆的 會 還有一樣 就是練的時候 不要心急 你不要看到我現在 拉的時候 是真的拉Pu Moso 你自己練的時候 是要慢一點的 做筋的時候 提一提 手指弓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不要向裡面這樣扁 有很多人 也是 拉來拉去 為什麼 都是比較硬 因為主要他們的手指弓 是向裡面這樣彎 然後那個尾字 是這樣 你檢查一下 如果你出現這樣的 握工方法 是很難 是很難可以拉 一些放鬆的 得意的Staccato 你只是可以拉到一種 是很有 好像粗兵 是很機械化的Staccato 但是 Minuet 中文是小步舞曲 如果你想拉出來的東西 是可以給人有跳舞的感覺 感覺的話 你要盡量是 順自己 你要順手指 練的時候 你要知道怎樣練他們 練它放鬆 是穩陣得來去拿工 但是同一時間是放鬆 穩陣不等於我們 是好像一個爪 是動都不動 這樣是穩陣 但是是 力是死的 我們穩陣 希望是令子宮和手 是 好似 應該說 子宮和手 是好似同一件事 就是你 就是手的伸延 真正 你的手的伸延 你手的伸延 其實就是 你 令這個變為 你的關節的一部分 那這個呢 就是我覺得 拉這一首 Minuet in G Beatlevin所寫的 幾個 竅門 或者是可以做 或者不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 開頭 不要用那麼多弓 在中弓以下開始 將那支弓無打側 去到後面True的時候 手腕放鬆些 要用手指尾去平衡 那支弓的重量 Staccato之中 要有變化 我們說 Contrast 其實Contrast這個字 是不會多過頭 只會是不夠的 這件事 亦都是我到現在 都會提自己 More contrast 那我希望呢 今次呢 短短這幾個 Tips 亦都是可以 幫到大家 去拉 手頭上面的 樂曲 我覺得呢 不論你拉的是 Suzuki第幾冊都好 就算去到 第七冊 或者是Suzuki以外的曲 其實這些 亦都是可以應用得到的 我差點忘記說 就是 上一次呢 有朋友呢 就問我 可不可以示範 Suzuki第二冊 最尾的那首 由 Boccarini所寫的 Minuet 那一個 那條片其實出了 但是呢 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在網上 電腦 就是Live 去直播 在Facebook那裡 那那個 Resolution 就 幾低下 那我希望呢 就是我剛剛就 再拍多次 這一條片 就是 示範這一首 Boccarini的 Minuet in G 那我希望 亦都 可以給大家 看得清楚一點 我講的六個Tips 和剛剛講的東西 嘗嘗看 我可不可以 應用回 這首 第十二首的 Minuet那裡 是 是 的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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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